你好 欢迎收看的是国际PLUS谈全球的中国观察 我是主持人陈入文 我们先欢迎什么真特派 陈小龙少女你好 英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了 看到今天的重点的焦点就是呢 这个关于中国的间谍气球飘到是美国的上空去了 那现在被美国的军机给打了下来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的军方 这美国的防长就说呢 这是在一个大象上空 我们的派出F22的战机 把这个间谍气球给击落了 那现在中方是否有一些反应态度呢 请问下 开玩笑 我跟你说啊 当他们知道美国把气球给击落的时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交部 外交部他就说呢 我们这个气球飘过去 这纯属意外 结果你竟然动用武力 他觉得说美国你是反应过度 那国防部呢 国防部就说呢 严正抗议 而且呢他保留的必要手段处置 处置类似情况 类似情况 但是美国通常不太会有这种 奇怪的气球飘去中国大陆啊 所以这句话感觉是在 要回呛回去 要展示我大国这种 不屈不挠的这种气势啦 就比气势 比现在的气势比较强 不过能看到的是 虽然说这个美方呢 已经把这个打下来 但是有些美国的 退役的将领认为 是早就该这么做 来看这报道 站在自家阳台 美国民中目击 疑似中国的间谍气球 被美军击落 不少人推着跑到观景台 见证这罕见的一幕 更担心到底还有多少 这样的中国间谍气球 针对间谍气球 美国总统拜登 2月1号下令尽快击落 但是直到2月4号 气球飘到美国12海里内的 海域上空 才出动F-22战机 发射飞弹打下来 拜登是否处理得到 美国国内看法不一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 发出声明稿 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 袭击民用无人飞艇 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中方经合查后 已多次告知美方 该飞艇属民用性质 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 完全是意外情况 中方指责美国反应过度 违反国际惯例 但是美国的专家认为 这个气球很不寻常 我并不记得一个例子 在我的时候 D&I的6.5年 我并不记得这个 我会告诉你 我曾经用了一些专家的经验 用弹钢的技术 尤其是用映像 而且他们不太精彩 这年气球的动机仍是个谜 美国FBA调查中 国义的气球让美中紧绷的关系 再添一桩嫌隙 TB熊章这名陈永文综合报导 好 现在是中方说 这是一个民用的 是个气象探测用的气球 没有这么紧张 但是显然没有人会相信 他们的说法 而现在被打下来之后 美方跟中方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紧张 或是微妙的呢 没错 就像你刚刚说的 首先的话 他们就讲说 虽然说北京他知道 急落气球是选项之一 但是你知道吗 大陆他很不爽的是什么呢 他觉得说 那你美国你没有事先告诉我 你要把气球给急落 对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是觉得 你这是拒绝沟通 而且他觉得说 这样子的话 就加剧了美中两国的不信任感 对对对 没错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在这个气球上面的话 也代表这是情报搜史上面 实际最尴尬 而且他可能引起了地缘政治紧张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吗 美国把他打下来以后 就显示了美国的国力跟他的科技 因为要打下这个气球 还是制霸中国大陆 对 把他压下去 没错 那不管怎么样 但大陆他也赢了 他反正他有这颗气球飘过去 就代表什么 他的勤收的能力 还有他就是告诉美国 我有这样的实力 可以把气球飘到你的领土上面去 对 没错 但是是不是不只是美国出现 好像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诡异的 这样的气球在飘呢 对 所以因为这两颗气球出现了以后 现在的话还有一个出现在菲律宾 旅宋岛的北方 好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就看到了一个有四个尾翼 像水滴形的飞艇 好 那美国媒体他就说 这是大陆的飞艇 目的是用来侦查了美军基地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主要是这一个你说呢这一个水滴形的飞艇 它长得其实就有点像飞机 但它已经长得不是像气球了 好 那为什么这会引起你的注意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飞机形态的 它呢 它就悬停在那里 然后呢 它是十分平稳的 几乎是静止 它静止的地方是在哪里的 它高度是在平流层 好 那么其实在全世界的话呢 就只有中国大陆能够成功的制造出 平流层的飞艇 2015年的时候呢 他们有发布讯息说他们成功已经是飞了 但是从那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 就是有讲到的平流层飞艇 好 那这个平流层的飞艇呢 它其实有一些战略的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军事通用 军事通信 还有远端的这个侦查 情报 导航 还有预警功能 所以呢 它其实是在军事上面 是具有很高的价值 那重点是这个平流层的飞艇啊 首先它要在那个高度 为什么要在平流层 主要呢 它是介于航空跟航天之间 所以我既不会影响到了航空 我也不会影响到了民用飞机 或军事飞机在那边飞来飞去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它可以悬停 或者是你可以讲它低速飞行嘛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既然能够在平流层上面 那就代表了你可以掌握了 这个区域探索的主动权 而且那个区域是南海的那一带 就是其实美中争议蛮大的一个地方 就南海的很紧绷一个区域 所以目前看来似乎中国的这种情搜动作是蛮多的 那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不止官方有些表态 就是这个官媒就是前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 胡锡进他有参了一卡 他讲的是什么话呢 对 他形容的 这个国家呢 他指美国嘛 已经失去了客观性啊 所以他说呢 中国大陆 我根本就是在跟一个不用喝酒 做醉醺醺的美国在打交道 对 我觉得他这个形容词 其实对于美国他已经觉得 凡他告诉你 美国已经喝醉了 对 你可是失去理智了 对 这么小的一个这么没有 他们觉得没有杀伤 没有危险性的一个小小民用的气体 你用F-22战机去打他 对 他就觉得你们还不用喝酒就喝醉了 他根本对于这个 他完全的就觉得 对 但是美国认为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领土 是受到不可容许的侵犯了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美中很紧绷之下 这之前呢 曾经这个猫熊 外交的大猫熊却是克死一伤了 死在美国 来看这报道 旅美大猫熊乐乐被白色花圈 跟最爱的竹子围绕 她原定4月送回中国大陆 却提前克死一伤 Lola在他的睡眠中 早上星期早上星期 在这一刻 我们没有知死的原因 我们的团队组组 和其他团队组组 大猫熊乐乐25岁当年赴美 在孟非斯动物园展开合作研究 2013年到期展延10年 而在回国前离世 中国驻美使官表示 将协助善后工作 陆方十分关切将派人赴美调查 此时微博上流传 大猫熊乐乐骨瘦如柴样子 指控美方没有善待大猫熊 因此另外一只同行的大猫熊鸭鸭 都网民希望他尽快被带回 并将美国列为租借大猫熊的黑名单 除了旅美的乐乐 还有旅德的烟烟意外死亡时 德国曾被索赔 后来不追究 旅日的星星死亡时 日方赔偿近1500万台币 中国大陆的猫熊外交 曾经轰动一时 对比现在不胜唏嘘 TVC 张志明 陈入文综合报道 再看到是关于这个 是微博热搜的话题 是说韩国称自华入韩的旅客 阳性率为零了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南韩对陆客要入境的时候 是有采取强制的落地的筛检措施 当时曾经是一度 阳性率是高达有将近两成 但是一个多月过后 现在已经是首度出现 阳性率是零的这样的情况了 不过我们看到这消息 似乎对于大陆广连长 其实不太买单 他们觉得南韩在找台阶下 是为什么呢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就觉得说 之前的时候 当大陆的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南韩都没有任何的表示 那为什么最近的时候呢 偏偏选在他们疫情 其实已经开始转好了时候呢 开始要对大陆这一边 进行一些限制 于是大陆就认为 这根本就是受到了美国的指使 为什么 他们就讲到说呢 首先呢 他们先去对照了日本跟韩国 因为之前的时候 都有对于入客入境的时候 给予一些比较不友善的态度 就是必要的筛减 怕你带有就是可能新冠病毒 因为那时候可能疫情比较不痛 比较高通时候 没错 然后呢 日本呢 他们在 就是日本他后来 就是有一些取消 或者是降低了措施以后呢 大陆的驻日大使馆 就马上恢复了 我可以让日本公民复华的普通签证 我可以核发了 对 然后呢 大陆就反正就是顺水推舟 说 哎好 那我反正就这件事情 我们到此为止了 对 那就给日本一个台阶下 那好 那他们就讲说呢 对于他们称之为 致死不敢的韩国 就不能给他好脸色了 然后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他觉得说啊 之前的时候 你都没有说什么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疫情有明显好转的时候 你才在那边说话 他就觉得说 你就是受到了美国的指使 但是他们认为啊 日本他们在政治的自主性 比较大一点 对 好 那但是呢 当发现到了 可能这件事情对日本 有一些比较不利的措施以后呢 他们立刻就改改变了嘛 对 那他们就认为 以大陆的眼光来看 他就觉得说呢 韩国因为他们的国土安全 严重依赖美国 所以的话呢 在一些政治方面上面呢 也只能看美国的脸色 这个也扯到美国 是蛮让人觉得意外 但是我记得是 因为南韩他们开的第一枪 是对于陆克 要不只筛点之外 还要挂一个小黄卡 对 他们觉得是极尽的屈辱 很像是犯人一样 被这样带着 这样经过整个入境的关卡 被这样看着 好像他们觉得 这是一个导火线 是最不爽的地方 是不是 对 没错 所以的话呢 很多到那个韩国的 大陆人 他们就觉得说 一入境就感觉就是 被歧视吗 对对对 没错 所以就是说 他们现在对于韩国的 这样子的放宽政策 目前是还看不到 一点曙光的 尤其呢 看到的是现在 陆克已经开放 是团克出境 有了 有20个国家 已经批准了 但是当中呢 不包含的是什么 不包含的是 美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都是一些曾经 对陆克有强制一些 筛解或是限制的国家 现在他们的团克 现在暂时不包含这些国家 但是我相信 蛮多想要去日本玩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 他们人民应该觉得说 可以赶快放吧 对 没错 对 没有错 就是这个口仙体正直 这就是一个 看看官方什么时候 可以听到民众 他们想出去玩的心声 我们再看到 下一条微博热搜 是关于说 这个叫做 多地中考取消了长跑 这个中考 其实是我们的 考高中的考试 但是说要取消长跑 是蛮压抑的 说原来他们考高中 要考体育这一项 对 而且跑的 男生要跑1000米 女生的话要跑8000 800公尺 对 800公尺 这有点蛮累的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不太擅长 就觉得跑800很累 其实你如果平常 没有常在跑的话 基本上你需要 需要花一点 你需要一点时间去锻炼 那现在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有些方式取消这项的考试 对 好像跟疫情有关 有有有 他们就说 在你阳康之后 你剧烈运动会加重了心脏的损伤 所以的话 大陆的专家就建议 调整今年的时候 中考的体育项目 对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大陆你知道 他们就是一试定中生 而且考试对他们来讲 就是这个成绩 对他们未来的升学 非常影响广告 不要说升学好了 未来的人生 不管你娶妻生子 这么严重 真的非常的严重 因为他就是 比拼的就是学历 如果你没有平跌的话 那你如果这一项考试 你如果把体育列入的话 有些家长他觉得不公平 因为我的小孩才刚刚阳康 或者是呢 有些小孩他没有阳 对啊 在我们来讲就是确诊 他们就是 他们称之为阳过 就是确诊过 阳性过这样子 那阳康是阳性过 康复了以后 叫阳康 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 我的小孩他曾经确诊过 或者是刚刚恢复 那你就要开始跑 那我的成绩这样子落后 他们对于一分两分都很在意 哦 所以他改革 他取消这个样子的项目 可是他们说到是因为 阳康过后 可能对于心脏 是不是有蛮大的负荷 所以就是不要这样 剧烈的跑步活动 是比较好的 对 因为啊 当你确诊过后啊 他毕竟是肺嘛 所以的话呢 就像我们之前的时候 常讲的时候会喘 对 那你如果再跑的话 哇 那就是喘上加喘 而且 好累 你一个不小心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疾病发生 对 所以以防万一就先暂时 不要跑这样那种剧烈的 长跑活动了 不过我们看到的是 不只说考高中 年轻人很多的一些困境 就是你可能毕业之后的找工作 薪资低的话会被显示 用你能力差来看这报道 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 真的很不像话 中国大陆的经济专家 在论坛上直接开呛年轻人 觉得的话呢 企业的公司老板 那么给的工资太低 其实很少的话呢 有年轻人的话去反思 可能是因为的话呢 自己的 对吧 就是专业素质 专业的这个个人的 这个能力的话的 这个水平不够 那么所以才有这么低的工资 年轻人薪水低 是能力不够 这句专家意见 冲上微博热搜 年轻网民痛批 何不实众迷 是否现在是个人 都可以当专家了 一共投了 可能有十多家嘛 然后线上线下都有 同时在重庆 展开放弃清零风控后 也是春节后 第一场求职博览会 一共330家企业 提供1.8万个工作职缺 比平常的话 机会太多了 真的是 我刚一过来 我就看见 那我想要的那个岗位 那些薪资待遇 我看到下 基本上都还可以 薪资行情 先看看北大的调查 大学毕业平均2.5万台币 明显低于台湾 硕士毕业好很多 平均4.4万台币 另外根据人力账目调查 平均前日月薪 去年约2.8万台币 低于前年的3.2万台币 降幅12% 从今年的数据分析来看 在重庆找工作的外来人才的数量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 去年大概在1万左右 今年就已经到达了3万多 去年底中大陆公布青年失业率近两成 市场要消耗人力 平均薪资明显走下坡 难怪专家一句 薪水第一式能力差 瞬间引爆年轻怒火 题为新闻张志明成员文综合报道 好 就看到说这个所谓的薪水第一式能力差 请问小文姐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话吗 我觉得这一句话有点刺耳 就是你薪水第一式是因为你能力太差 这是专家讲的 他是一个什么中国的经济的专家 他这番话引发很大的论战 所以我们就看到是微博热搜是说 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听专家的建议了呢 似乎他们专家都讲出一些很奇怪的建议 这是为什么呢 对啊 你不要讲说很奇怪 有一些话就听起来就怪怪的 对啊 好 那你看 穷人没钱你可以把房子出租出去啊 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 穷人没钱把房子出租出去 然后去买私家车 我都没钱 我怎么有房子呢 对啊 没错 还有再来就像你刚刚讲的嘛 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这个我不太懂那逻辑是什么 是学费低的吗 那怎么还不 我的意思是说 那穷人跟学费太低 上不起学 这完全其实是有些时候是不甘 对 这个蒙集是很奇怪的 对 然后再来看 觉得房价高先反思自己是否收入出了问题 我反思我自己收入出了问题 但是社会要不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我的能力会得到这样子 如果我的能力高的话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 对 就整个薪资的结果 为什么我是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 就是你薪资不涨 那房价这么高 不准比例的涨 对 这应该是社会问题吧 对 但他们专家就怪罪了年轻人 对 这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啊 还有再来 年轻人要放弃高薪的工作 去赚钱少的岗位锻炼 是锻炼什么 对啊 锻炼心智吗 这么少然后我要去锻炼 是啊 锻炼我忍工 跟锻炼我就是 这种忍受贫穷的心情嘛 对啊 这根本就是没有办法 这不能接受啊 还有施行一七多夫制 可以解决三千万光棍的 娶妻男的问题 这真是个奇葩的建议 一七多夫哦 对 我说句老实话啊 其实男生的吃醋能力 你不要小看了 平常的时候我们都看八点档 或者是平常我们身旁周照的 你都会觉得说 女生比较容易吃醋 对 因为女生的吃醋可能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男性的吃醋 不养女性 也是很 那你还要叫他一七多夫 对啊 这实在是蛮奇葩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 他这个是来自于这个 叫做是他们的中国的专家 这位是互联网时代一个专家 他是这个数字经济的 这个副院长 他就说是因为专家的 他说只有在中国出现的 这个专家的诚信危机 就是他们的技术 中心是受人质疑的 所以呢颠覆了大家 对于专家这个名词 该有的一个认知 然后像一个时代的这个 比较更加平稳的这样的 比较平行的沟通环境之下 导致大家对于专家 开始质疑到说 是不是大家一般 都会当专家 对啊 而且你会觉得说 专家讲出这些话呢 就表示他根本就不够 了解民众 对 对 你没有站在基层老百姓的 而且请问一下 专家你难道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请问他 你就是这么专家这么高兴吗 是对啊 你就是这样子吗 对啊 忘记自己当初可能年轻过苦 过了一个实际情形 所以跟社会底层是突钩的 好那我们再看到 这是澎湃的精选新闻 是关于说经济 因为今年是中共 二十大的开局之年 现在呢放弃这个 清零封控之后 他们要拼的是经济 说实际这个开门红 整个经济 整个情势都是向好的 这是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经济呢 请问向文姐 好你知道吗 因为啊经过了三年的风控或者是你要说的就是疫情的管控以后啊 今年呢 2023年它其实非常的重要 再来的话你知道去年的时候习近平他竟然已经登基了以后 今年就是他上任嘛 对那那那你上任如果你第一年 因为你因为呢你是已经前面已经立进过两年 破例上任的 对那你那你如果2023年的话 你再没搞好 哎多少的中外媒体在盯着你看啊 对啊 对啊 所以那你那到底可以归咎于 哦因为去年前三年的时候的经济的基础比较低一点 对 所以我现在要爬起来的时候 会需要遇到一点困难 好那就是不算今年 那明年呢 对啊 所以大家都睁着眼睛在看 对毕竟是破例的连任 所以你要钻出一些让人家幸福的成绩单朗 不过说到这过去那么疯空情间的经济重创 就有看到是在大陆迦乐福 他们在去年是一共亏损了将近有20亿台币之多 整个月内人倒闭的是54间的分店 来看这报道 近正在营业的北京迦乐福 冷冻冷藏柜空荡荡 再看看面包区也是一件商品都没有 让老顾客更不能接受的是 许多商品都不能使用 已经储值大量金钱的购物卡购买 陆美报道 大陆广州 沈阳 昆明 多家家乐福 都出现商品严重缺货 购物卡使用受限的情况 对此 家乐福这样解释 大陆家乐福在2019年 被苏宁易购买下80%的股份后没多久 就碰上疫情 业绩大幅下滑 2022年亏损4.7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21亿 9个月内没开半家新分店 但倒闭54家 创下4年关店最高纪录 有大陆零售业者表示 家乐福目前亏损非常严重 短期要找到其他企业接手 也非常困难 TVBS新闻中桥传地米珍 综合不斗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